好,我们先教大家去试装一下这个机器的支架和我们下面挂网子的一个支架 这个支架的话是组合在我们的这个地方的 我们先用到这个六角,然后把上面的这两颗螺丝呢先取下来 然后我们把螺丝拧上去固定就我们这个机器 拧紧就可以了,现在组装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是朝上面的,我们先把螺丝拧上去 然后螺丝,这个是螺丝刀拧的,我们先把螺丝塞进去 然后用到螺丝上下两个螺丝拧紧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组装手里,或者是两个插孔,我们先把操作这里组装上去 我们先把手里拧紧,然后组装上 组装的时候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这些新对应好我们这些孔位 然后这个地方是朝上面的,我们先把螺丝拧进去 插进去之后,我们看一下这里是平的,那我们就把这两个上下来的布置来扣进去 然后另外一个手里的组装也是一样的,两个平面的组装 我们接上一期的电源之后 我们接上一期的电源之后 让我们看一下一期的操作情况 我们进入里边之后呢,我们先看一下一期上面的 这几个地方 它是可以点击,然后选择不同的操作页面的 我们先看一下设置里边 在设置里边的话,第一个呢是它的语言选择 诶,语言的话 它上面虽然有日本这些 还有韩语啊,这些 其他的语言可以选择 但是,这些呢是没有用的 特别可以,嗯,不用管它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更新上去 所以目前 在语言设置里边呢 只有中文 和这个 英文可以选择 就两个 如果客户要切换的话 就是点击语言 然后点击打勾 它就会自动切换 我们需要选择的语言了 现在我们是中文 我们如果要调语英文再点击这 现在英文界面 然后设置里边再看一下下一单 这个是我们点击的一个声音 然后下面就是屏幕的亮度 现在是最简单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记录上面的那个时间设置 下面就是它的那个时间 日期时间都在上面那条 然后最后这两个呢 我们就可以绷绷 因为客户那边用不少 这个是记录我们这个就是每一次击打的操作的时间 以及日期还有操作的多少分钟 这个时间 这个是日期这个时间 这个是操作了多少分钟 下面会记录 然后每操作一次呢 它都会排下来 排到最后之后 它会又重新刷新在上面的 然后这些按键客户可以不用管它 因为我们是点不了 这个可以点 然后这个是这个自动模式 在自动模式上面呢 我们可以设置我们要操作的参数 和临床的时间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前面的上面 这个是反过样键 也就是退出当前的操作界面 这个是暂停 这边是启动 然后中间这两个呢 A跟B是两个手柄的一个 关闭 关闭 已经开启 我们点这里的话 它这里 按了 我们就是关闭了 就关闭第一号手柄的 如果要开启的话 再把它点亮就可以了 我们就要看客户那边怎么去操作 它如果需要操作两个手柄就全部点亮 如果操作就是单个手柄的话 你要看你操作是哪一个 就把那个点亮 把另外一个关闭的客户 然后我们现在是两个手柄操作 所以我们全部把它点亮 然后这边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 这里 跟这里 这两个就是上下 就是A跟B 两个手柄的能量程度 就是它的特斯拉程度操作 我们可以这两个 在这里去点 另外一个的时候是触屏 滑动 客户怎么顺利用手怎么来 然后这边是我们 这个平面手柄上面 自带的一个 F输出的 也就是上面的 F能量程度 就是在这里 去调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下面是有分A跟B 两个手柄的能量程度 客户需要开启哪一个 F的话 就把它调上去就可以了 正常操作 F的话 在10到50左右 这个能量值 因为太高的话 操作久了 皮肤是比较烫的 所以我们建议先 从比较低的能量开始 特斯拉就是建议 从最低开始 因为因个人而异 能量不同 个人承受能量都不同 然后这边是临床的时间 这边是15 我们可以跳到 就是临床30分钟 我们正常临床是25 左右到30分钟的 一次一个疗程的 然后这边 选择好这些参数之后 我们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之后 它会进入一个 就是我们这些性别 以及年龄 还有它的操作部位的上端 我们需要选择好 需要操作的 部位这些参数 然后全部给它打勾了之后 点击下面这个进入 在这个界面上面呢 才算了算是真正的操作界面 因为我们前面那个是 主要是设置AB 两个手柄的 在这个界面上 我们就可以设置 我们需要操作的参数这些了 我们在鸡打的过程中 这两个手柄呢 需要拿下来 或者不能放在上面 我们需要拿下来 所以我们鸡壳是金属的 所以我们在测试手柄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手柄去拿下来 避免它在上面打久了 我们金属会倒热 所以也会烧到手柄 这个控制的地方 客户可以拿一些东西 放在上面 比如说抓累的东西 但我们就不会 工作的时候就 回头就倒了 手柄就回头看了 我们现在 可以放在农床上面 因为上面是交替的 就是轻松的 我们测试的时候 就记住 一定要把手柄拿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自动模式的操作 点击这里就可以暂停 然后我们先再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模式 模式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自动模式 我们就不简解了 然后第二个模式呢 就是手动模式 在手动模式上面 它就比自动模式多了 这三个可以挑的 就是F1 F2 F3 这三个频率可以调 这三个频率调节的话 是在我们手柄工作的时候 这个频率呢 它会循环去工作 就比如说我们五分钟前 它是工作F1的 五分钟之后 它会调到F2去工作 然后五分钟之后 再调到F3这样子 这个是看你设置的一个频率 然后工作了多少分钟之后呢 它会自动跳一下 跳到我们另外一个工作模式 所以这个频率客户可以去设置 好我们要操作临船的 这些我们就没必要说了 因为我们在自动模式上面已经说过了 然后收拾好之后 我们点击这里 进入之后 我们再把能量调起来 手柄就可以工作了 现在手柄正在工作 RF2的操作的话 也可以把它开启 开启之后呢 我们手柄的 我们手柄的这一面呢 它是有RF输出的 客户在临船的时候 可以在身体上面 就附过去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RF能量输出 嗯 它在输出的时候 是有那种发热的感觉的 所以客户在临床的时候 可以测试一下 另外我们实际说 在临床前需要 就是习惯客户身体 有没有植入过金属物品 如果有 我们是不允许去操作的 如果这个有金属物品在身上的话 会导热 嗯 现在我们手柄正在工作 我们可以用鞋粉给大家测试一下 是吧 也不错了 这就是鞋子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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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 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手柄这里 这里 两个手柄上面 平面的 它上面都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也是跟我们机器上面的 开始跟暂停是同步按键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屏幕上面控制 也可以在这个手柄上面 这个按键去控制 这个按钮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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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